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 是2021年 2月19日 星期五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一則經濟的新聞 這一節也挺有趣的 這段新聞 但是我們認為 有趣之中 一定是有些陰謀 沒有那麼簡單 先跟大家讀一讀新聞 再跟大家分析其中的案情 好了 說之前 記得大家支持這個黃金二部曲 訂閱我們的Patreon 還有後備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日報已經可以賣廣告了 兩天的 廣告收入也不錯 有40多英鎊 因為現在我們用英鎊來計算 平均也有40英鎊 如果每天都這樣 一個月有1200英鎊 對於一個後備頻道來說 美國花旗銀行 就擺了一個 銀行史上最大的烏龍 這間銀行 為化妝品牌露華龍 這間美國公司 借貸代理人 本來是幫他轉賬800萬美元 是給債主還息的 誰知道 意外就幫人家過數過了9億美金 大約是70億2000萬 給債主 變相就幫露華龍還債 債務一筆清 花旗 真的好幫忙 其中包括轉了1億7500萬美元 給一個對沖基金 花旗去年8月 日品向10家投資顧問公司 追分有關轉錯數的款項 已經追回了一半 但是還有5億美金是未收到的 沒有辦法追回來的 結果紐約一個地區法院 昨天就判花旗敗訴 這個真的是匪夷所思 銀行轉錯帳銀行 一向都大了 轉了給你隨時拿得回來的 這次 竟然 轉錯帳也拿不回來的 一般轉帳也可以追回來的 但是紐約的法律 容許 據資格的受惠人在不知道那個是轉錯帳的情況下 不用歸還這個款項 這是紐約的法律 而露華龍的債主 相信花旗轉帳是還債 數目是幫露華龍 還清賺他們的錢 即使有關借貸未到期 他們也不理 據說 是花旗轉帳的時候 在一天之後才發現內部出錯 轉錯了 本來轉800萬幫人還 現在 轉了9億幫人還 本金 全部都清了 有人認為 這個根據 投資公司 HPS Investment Partners 員工在內部的聯網聊天室的對話 證明債權人不知道那些是轉錯帳 甚至乎有人說開玩笑 說 轉了9億美金轉錯帳的人那麼難過 他們可能要換人了 甚至乎全部要炒掉 有些人 吃花生地說 在家裏做事 很大機會有狗仔或貓 按到電腦鍵盤 幫他轉帳 這件事 你說完全沒有可能是假的 可能也有的 機會不是說沒有 不過是很低很低 又不見 其他人突然間有人出來幫他還債 這件事十分詭異 花旗 對這個 幫老華龍還債 他覺得一定是要上訴到底 因為這些數不可能 就這樣搞定 第二 就算是 你也要追回老華龍 我幫你還債 你就等於欠我了 好了 首先有幾個問題想說 先說說老華龍 這個品牌是一個美國品牌來的化妝品牌 1962年已經在亞洲 在亞洲地區已經出現了 1996年進軍香港 外界一直有個誤傳 就是這個名字 是黃尖幫他翻譯的 黃尖其實澄清了很多次 不是他翻譯的 是另外一位高人 但是不知道是誰了 總之就不是黃尖翻譯的 因為這句 我一看下去 說是李伯也出賣了 這是李伯的清平調 當時寫來讚楊貴妃的 這個 傳手詩就是這樣 雲賞衣償 花賞玉 春風忽藍露華龍 若非群玉山頭見 會向搖台月下逢 即是說 讚楊當時是楊貴妃 美艷動人 如果不是在群山 在群玉山裏面 看到你 就只有 在月底月光之下 在西黃墓的遙齒 才有機會看到你的熔眼 是很難得的 在仙境才有機會看到 這句話真的譯得很好 我們覺得 如果一個牌子 直接譯做這個老華龍 是十分之好的 意境各方面 香港其實在這方面的人才 真的是一絕 我們看到香港 譯的電影名 或者譯的很多牌子名 真的譯得很好 他們在英文的程度 不錯 第二 他們直接把 變成一種中文 甚至乎這個是唐詩來的 把李白的詩 套進去 直接用 而且 也是一些讚美的東西 老華龍 變成了他的品牌 也出來了 當然未必每個人都讀過這首唐詩 其實這首也很有名 但是未必每個人都會讀這首詩 以往 我也聽過一個故事 在香港戰後的時候 就有一個 有一個品牌 他就在 報紙上賣廣告 尋求對戀 即是他就出上戀 如果對得下戀 如果對得公正 就要給3000元掌金 據說 當時是50年代 3000元 不知道買不買的樓 但是一定是很多很多錢 10來20元一個月的薪金 那個上戀 就叫做五月黃梅天 五月黃梅天 就有很多人去出隊 好像過了一個月之後 也沒有一個很工整的人對發 最後他們就公佈出來了 原來 這是一個廣告 他們 下戀叫三星白蘭地 但是他取自那三個中文 白蘭地 黃梅天對白蘭地 三星 白蘭地 五月黃梅天 他覺得這樣對就很工整 其實是故意的 這個是完全是 幫他那個獨身訂做的 當時 據說也引起了一個佳話 因為很多人去談論這件事 很多人去作對 很多人去說 成為一個話題 我們研究 這件事 花旗銀行 一般銀行 其實是沒有可能 去到 擺這些烏龍 大家想想 其實沒有試過 有沒有那麼好處 沒有那麼大隻甲拉圖街跳 是不是有人 受到一些企業的好處 幫人做這些事情呢 因為 如果他這樣做法 他有機會 是幫人 因為據說老華龍的債務也挺有危機的 老華要倒閉 又說要清盤 花旗 作為他的債主 幫他還息 幫他付錢還息 這次 整個本還了 他就解除了很多壓力 讓銀行慢慢談 還有數說 是不是有 職員 又或者有人 跟這個 他們打龍通呢 是不是 因為以往我們知道 大陸有很多的情況 美國這個情況有沒有發生過呢 不敢說 可能會被蓋起來了 但是也不少 好像 之前 那個 神奇小子 把整個霸凌 百多年歷史的霸凌 就是 因為炒外匯就炒焦了 大家想想 多麼容易的一件事 一個人可以炒焦了一家公司 輸了多少錢 不單止這個神奇小子 還有很多個支持 貝爾斯坦也有一個 究竟會不會有人 收買了銀行職員 去做這個 去做這個 轉錯賬 然後大不裂就炒他 在其他地方 或者在 這個 某某群島 某某屬島 某些 某某一個BVI的地方 處女島 開個戶口給他 再給他 三多千美金 給他有一段時間 用不完 會不會這樣 不知道 大陸以前銀行 大霸這些東西 以前在大陸好像曾經有一個 我已經提到的 有一個說在美國 投一塊地要蓋房子 向大陸銀行借錢 大家會覺得匪夷 為甚麼你在美國買地 蓋房子 在酒店 要在大陸銀行借錢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大陸山高皇帝園 他的資料是假的 甚麼都是假的 但那塊地是真的 那塊地 是不值那麼多錢 被他誇大 然後 他們派人去 也被人收買了 那塊地真的有這塊地 但是原來 在潮漲的時候 那塊地就沒有了 那塊地是一個低話的地方 潮漲的時候 那塊地就不見了 要等潮退那塊地才有 那你說這塊地值多少錢 當然不值錢 怎麼起酒店 當然不可能 而那個人 當時就在 90年代 在那間銀行 應該是 好像是河南一家不知甚麼的 中國銀行 借了一億 人民幣 當時很大筆數 行長據說就貸了2000萬 他另外留了1000萬 就用來給利息 一兩年利息 之後 人去留空 行長也走路 這些大陸就經常發生 而美國 應該去到這樣就很小了 機會就很微了 我就不相信是烏龍 我覺得人為的機會很大 好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